只有一個人沒有罵過就是馬英九 除了馬英九之外 每個市長他都罵 每個市長都罵過 理論上是這樣子 我如果地金捐30% 那你剩下來要給我560嘛 結果你剩下來還給我392 那就是70%又70%了嘛 沒錯 所以省慶金就拿著這一點 一天到晚再跟郝龍斌吵架嘛 然後從雙子星金華城 只要反正微金動到了都要跟他吵啦 對 吵到他討厭郝龍斌 比討厭民進黨還要討厭 沒錯 最後 沈慶金的救世主 柯文哲 阿伯當選了 560這邊 840 阿伯當選了 他是這個超越藍綠 沈慶金的救星 一來 不要跟我講什麼392560 那種滴滴答答的數字 840% 哦 崩潰 今天沈慶金的聲明非常奇怪 哎呦 除了大家在講說一些格式 還有發的時間點有問題啊 第一個他有標題 第二個他一直強調柯文哲沒有辦法談條件 柯文哲很棒 不會收紅包 欸生死關頭啊 金哥 金哥你剛重報杭州回來好不容易 結果被抓走了 你還有時間在聲明上保證柯文哲的清白 一般來講寫自己就來不及了 還寫到柯文哲 哈哈哈哈 請問柯文哲看到這封信 他心裡會怎麼想 哈哈哈哈 他心裡我跟你講柯文哲心裡已經罵圈圈叉叉叉 沒人講紅包 你還寫紅包要做什麼啊 柯文哲心裡想 趕快找一個貪獨的空母員 哎呦找人來扛 對啊 他講兩件事嘛 閃清金講柯文哲說 欸他絕對不會收紅包 他都不跟我談條件 柯文哲看到這個就是絕對不能講了嘛 對 第二段後面 第一段最後講什麼 講說有人有透過有人 什麼 市府有人透過誰來跟我拿紅包嘛 那對柯文哲來講是什麼 下指令了嘛 趕快找這個人出來 對 這個人推出來死都不要認 這樣子就空中串供了嘛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嘛 哪有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台灣民眾黨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公布欄貼一個真人工大服 真 真 背鍋公務員 哈哈哈哈 獨家一個接一個 我們講嘛 這兩個非常非常關鍵的會議 109年6月23號的會議 跟109年7月1號會議都是印小微召開的 金華城董事長陳育坤都在現場 就是這兩個關鍵會議 訂下非常奇怪的容積獎勵的辦法嘛 這容積獎勵的辦法有多奇怪呢 我們特別節目拿這三個建築物來去做比較 一個是文華東方 一個是台北101 一個是金華城 這三個建築物來去做比較 我覺得應該算是蠻客觀吧 我給大家看一下 文華東方他的容積獎勵只有445 101當時要蓋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容積獎勵只有752 可是金華城 金華城容積獎勵是800多的容積獎勵 比101還高 各位說金華城可能回饋比較多 沒有 金華城幹嘛呢 說提供停車格 任養公園 改善人心道 任養公園不是撿撿花嗎 掃掃地嗎 停車格不是一兩個 停就幾格吧 你告訴我 又不是卡車停車格 其他很硬 你要看一下 文華東方是捐公園用地 還要蓋公園 還要提供社區集會中心 台北伊林是什麼 地下一城提供連接空間 捐三座人行天橋 大樓的四樓設置四類廣場 頂樓的廖望台要變公共空間 還有幫忙蓋捷運 然後金華城 我提供停車格 還有任養公園 改善人心道 這不做勞都難罵 3Q 我把省慶金關於金華城的事情 這一口氣攤開 他只有一個人沒有罵過 就是馬英九 除了馬英九之外 每個市長他都罵 對 每個市長都罵過 最早這塊地 老台北人應該知道 他是唐龍鐵工廠的 罵黃大洲 都罵都罵 每一個都罵 1982年之前 是唐龍鐵工廠 然後後來 不知道是哪裡想到 國民黨就說 這一塊我們把它改成住宅區 我們不要再用工業 這個工三地 不然的話這個 影響周邊的發展 所以這裡就不要 不要之後 鐵龍鐵工廠要變更地幕 很麻煩 決定不跟了 就賣 1987年的時候 沈慶晶的威晶集團 就跑去把它買下來 買了15億3000萬 可是到1989年了 所以我說國民黨內鬥最會 這個人叫吳伯雄 吳伯雄看上這塊地 他就跟沈慶晶講說 來小老弟 沈慶晶還跟吳伯雄搶這塊地 小老弟捐30%出來 不然的話這塊地不能使用 對 哇 沈慶晶一聽 我真金白銀買的 我還要捐地才能用 不可能 我不捐 過兩年換成黃大洲 你不捐是不是 他直接入法 直接在都更計畫裡面 寫一個法律說 你們要捐30% 不然不要變更地幕 黃大洲跑去跟沈慶晶講說 你不捐我就不發建造 這是1991年的事情 所以到那個時候 板上叮叮 金華城不捐30%都不能動 就那塊地 到1994年的時候 看到沈水扁選上怎麼辦 好啦 30%要捐就捐啦 所以是在1994年 阿扁當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他捐了30%的地出來 然後還要再附上一個叫做台北偶戲院 這個是現在這個金華城的前生 我們在討論 這個是840 我們現在討論上一個560 對 結果回到那個30%的時候 他決定說 我們把他捐出來 然後可以蓋這個金華城 這個是阿扁時代 到馬英九的時候 就又消失了幾年 到郝龍斌的時候 又開始吵了 2011年的時候 他又跑去跟郝龍斌講 欸我覺得你當初給我392是寫錯字 對 為什麼392是寫錯字 因為392是560的70% 對不對 對 所以理論上是這樣子 我如果地金捐30% 那你剩下來要給我560嘛 對 結果你剩下來還給我392 那就是70%又70%了嘛 沒錯 所以審慶金就拿著這一點 一天到晚再跟郝龍斌吵架嘛 對 然後從雙子星金華城 只要反正微鏡動到了 都要跟他吵啦 對 吵到他討厭郝龍斌 比討厭民進黨還要討厭 沒錯 最後 審慶金的救世主 柯文哲 阿伯當選了 560就變840 被當選了 他是這個超越藍綠 審慶金的救星 一來 不要跟我講什麼392560 那種滴滴答答的數字 840% 包鬼 很開心 哇 審慶金一看一見如故 以後要怎麼樣都配合你 講到聲明 今天審慶金的聲明非常奇怪 除了大家在講說一些格式 還有發的時間點有問題 第一個 他的聲明是有標題的 你知道他們發出來的聲明 他不是一張這樣子文字寫一篇 文情摸摸摸 他標題是什麼 他的每一個段落上面有一個標題 標題 那個紫小標 標題 希望記者可以用這個標題 那個是非常奇怪的寫法 大家現在在網路上流傳的都看到 第一個他有標題 第二個他一直強調柯文哲沒有辦法談條件 柯文哲很棒 不會說 生死關頭 金哥 金哥你剛重報杭州回來好不容易 結果被抓走了 你還有時間在聲明上保證柯文哲的清白 一般來講寫自己就來不及了 還寫到柯文哲 哈哈哈哈 最後他說我們不能放任貪獨的公務員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這個支持勇於認識的公務員 對 請問一下這兩個公務員叫什麼名字 沒有他講不出來 我們測身處理完這個沈慶金之後 靈魂抽離來到柯文哲身上 請問柯文哲看到這封信他心裡會怎麼想 哈哈哈哈 他心裡我跟你講 柯文哲心裡已經罵圈圈圈叉叉 沒人講紅包 你還寫紅包要做什麼啊 柯文哲心裡想 趕快找一個貪獨的公務員 唉唷找人來扛 對啊 他講兩件事嘛 沈慶金講柯文哲說 他絕對不會收紅包 他都不跟我談條件 柯文哲看到這個就是 絕對不能講了嘛 第二段後面 第一段最後講什麼 講說有人 有透過有人 什麼 是否有人透過誰來跟我拿紅包 那對柯文哲來講是什麼 下指令了嘛 趕快找這個人出來 這個人推出來 死都不要認 這樣子就空中串共了嘛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嘛 哪有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台灣民眾黨 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公布欄貼一個真人公道 真 真 背鍋公務員 哈哈 條件2018到2022年 具備公務員資格在台北市政府任職 公務部門相關系統 總之 沈慶金 因為 柯文哲為了幫沈慶金做這一些工程 你要知道這裡面經過幾個市長 吳伯雄黃大洲 阿扁馬英九郎兵 都不敢做的事情 柯文哲敢做 柯文哲超越藍綠的地方 就是超越你的容積綠 超越你的作戰能力 讓阿伯別人不敢 你都敢 阿伯你有夠用的 對 我們會珍惜你還能上節目的每一天 你確定有到每一天嗎 還是我會珍惜你上節目的最後一天 每一天跟最後一天 我們這裡要有那個數位碼表 24小時倒數 沒想到我的柯黑人生 快要演到最後一張了 有點捨不得 有點捨不得 不過好險 收牙還有起訴啊 起訴還有開庭啊 開庭完還有一審判決啊 柯黑人生還有翻外篇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